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一口先咬掉舌头 也不烹饪 也不蒸煮 而是生嚼活吞 所见之人无不反胃 只有他一脸的享受 还称其为人间第一美食 而他这一奇迹是与生俱来的 说是在他蹒跚学部之时 父亲与好友在院中饮酒 他在一旁玩 母亲惊呼着从屋中跑了出来 在他面前的草丛里 钻出一条蛇 正仰头冲他吐着信子 父母忙上前营救 可跑到了跟前 全都呆住在园里 那条蛇不但没能伤到他 还被他抓来吃了 打难以后 他迷上了此位 闲暇时就会四处寻找 不管是什么蛇 见了他都不敢跑 他也以此奇迹 帮了不少的人 李生还是个大孝子 母亲多次劝说他改掉此题号 可他就是戒不掉 母亲只能终日跪拜在佛堂诵经 以减轻他的罪业 那一日 李生与妻儿正在房中玩耍 忽然一条巨蛇闯入屋内 将李生妻儿吞进肚子 对李生也毫无惧怕之意 吞掉李生妻儿后 又爬进了佛堂 李生根本拦不住 巨蛇又吞死了李生的母亲 李生眼巴巴地看着 痛得肝胆剧烈 猛然中醒来 才知是个梦 他见妻儿无恙 便起身奔向佛堂 在院中见一巨蛇 正在屋顶爬走 好在母亲也无恙 自此 李生知道那巨蛇 是在告诫他 便随母亲里念起了佛 吃起了债 从此戒掉了蛇皮